監察院呢在18月的時候公布了新的一期廉政專刊 那裡面呢就有出現前台北市長柯文哲與妻子陳佩琪 他們的存款加產呢總共是2131萬元 那對比呢柯文哲2015年的時候財產申報哦 那柯文哲就任8年以來呢存款縮水了136萬元 第207期廉政專刊 裡面有許多政治人物的財產申報內容 而在此次的申報中柯文哲與妻子陳佩琪 存款共2131萬元 保險851萬元 基金117萬元 相較前次申報微幅縮水71萬元 另外再對比柯文哲2015年時的財產申報 就任8年以來存款縮水了136萬元 2024大選在即 民進黨台北市的第二選區立委初選開火了 那麼立委何志偉呢 與台北市議員王世堅連日交鋒不斷 雙方互控對方抹黑 可何志偉呢在19日上午更是宣布 這是一場抹黑抹紅超家滅祖的選舉 已經超過了民主可以容忍的底線 今天上午呢前往台北市的士林地院署 進行提告 這是一場沒有 誠信 也沒有道德 底線的選舉 將近一個月的時間 抹黑造謠從來沒有停止 不只影響我的選舉呢 也妨害 也傷害了我的努力 莊瑞雄委員 他作為民進黨全國不分區的立委 他卻信口開河 奮力的惡力抹黑 完全違反了民主精神 王世堅委 王世堅議員 他做了這些偽證啊 等等的 之前過去的東西 我從來都沒有攻擊過 他這一次 盛智啊 自導自演 抹黑啊 攻擊造謠 完全不顧及道德 以及誠信抹黑本人 我必須用司法來捍衛我的清白 以及民律 這場監委大戰啊真的是相當的激烈 也甚至還鬧上警局互告了 那到底呢 現在誰的支持度比較高呢 初選民調今天晚上就會開跑了 所以到底誰 這場大戰誰會勝出 相信很快就有答案 那另外呢 今天台北市第七選區 結果今天出爐 將由新系台北市議員許淑華 代表民進黨參選2024的立委 挑戰國民黨初選的出現者 哇 現在這個啊 真的都是 哇 越來越激烈了 真的已經開火了耶 感覺都雙方勢均力敵 沒錯 好 接著呢 帶大家來關心道德是 衛府部長薛瑞元 最近在嘉義高中 孝敬致詞時呢 說了一句 立法院下面西朗 顧頭隆吾 引發了欄尾的不滿 認為說言論充滿歧視 藐視國會要他道歉 薛瑞元昨天心事解釋說 他說這句話呢 是對事對物不對人 不過接著開酸 說天龍國的人 聽不懂台語就過度隱身 我講那位 嘉義人聽不懂 因為在講說 這個 在立法院 我不是什麼都懂的 所以在 在立法院 問的問題是 什麼西朗顧頭隆吾 這句話 對事對物不對人 大概就哈哈大笑嘛 那所以就是說 沒有人感覺到說 有受到冒犯 但是 某些天龍國的人 都聽不懂這個台語 所以 所以就過度隱身了 說什麼 我是藐視國會 那我想這個 我也不計較 而面對西朗顧頭的爭議呢 學瑞人今天又再度重申 西朗顧頭呢 這句話本身沒有罵人的意思 首先 我再度強調 這句話本身沒有罵人的意思 本來就沒有罵人的意思 不是我講的沒有罵人 而是 這句話本來就沒有罵人的意思 因為他是說事情 說東西 但是不是在講人 好 第二個 我在我的故鄉 用我母親的語言 對我的鄉親講話 這個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 值得供給的地方 所以就這樣 轉換焦點 帶大家來關注到的是 台中大甲鎮藍宮 昨天舉辦了大甲媽千桌起嫁宴 那董事長彪哥言親彪他也有親自現身 不過呢 大家發現說 他的身體好像非常的虛弱 致詞的時候 也覺得好像有一點喘的感覺 那也被爆出說 他其實是請假出院 出來參加這個起嫁宴 根據了解 嚴親彪是在兒子嚴寬恆 因為豪宅案被約談交保時 身體出現了異樣 隔天就被送到高雄長庚住院觀察 而碰上一年一度的大甲媽繞境 嚴親彪認為這對他來說很重要 他也務必要回台中制限 特別向醫療團隊請假 不過考量嚴親彪的身體狀況 院方原本不想讓他請假 但是嚴親彪對於出席起嫁宴 非常堅持 向院方拜託再拜託 不斷的盧醫師 最終醫療團隊開會評估後 才勉強放行 決定讓他請假幾個小時 明天開始 整理所在生紙的時刻 在生紙的時刻 發生的時刻 骰人往生紙